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您有听过后一系吗 它的全名叫做学士后西医学系 是专门提供大学毕业后的人士 能够一元医师梦的另一个管道 有别于一般医学系要读六年 后一系只需要花四年时间 毕业后同样可以考医师执照 目前国内只有一手跟高一大两间学校开设 但如今政府又陆续核准的清大 中兴跟中山大学设立后一系 预计今年就可以招生 但问题是三所学校本身都没有医学院 师资恐怕是一大问题 究竟后一系都在学些什么 跟医学系又有何差别 日前最终记者黄毅杰 吴清俊 带您了解 老师用全英文授课 最堂在教人体解破 运用3D模拟影像 精细刻画出身体各部位 甚至斜关等细节 都能在机台上练习操作 小心翼翼跟着老师的要求操作 正确找出每个器官部位 这对很多同学来说都是第一次接触 因为他们其实大学读的都并非是医学系 学放射科就是放射系医学影像 我本来是从小都是要想当医生 但是我不确定这条路是不是很适合我 所以我先年有跟医学有关有概念有关注的 原来在上课的班级是一手大学的后一系 由于招收的是国际专班 因此主要是要培养国际医疗人力资源 有很多大别就是比如说那个接破学 可能会要读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要比较深就比较多了 然后还要学医疗 就药物啊那些东西 就是它差别就是在那边 其实很重 因为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内容 要把四年要读完了 然后还有就是也算是两年 因为你限两年你要先去上课 然后后面的两年要去实习 后一系的全名是学士后西医学系 上课内容和医学系大同小异 包括人体的系统构造 医学导论等基础课程 也会到医院实习 但和一般医学系最大的差别 是在休业年限和就读的条件 一般的医学系 主要招收对象是高中毕业生 参加大学考试才有机会录取 共要休业六年才能毕业 全台共有13所学校 每年招收1300人左右 而所谓学士后西医学系 并没有年龄限制 只要大学毕业都可以报考 休业时间只要四年 毕业后同样可以考医师执照 目前国内只有一手大学 及高一大开设而已 两校才独立招生 招收人数加起来约100人左右 原则上在学士后一 它的目的就非常明确 类似一个医学学程的概念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甚至在国内的一些 国外的一些学士后一学系 对于这种通四国雅课程的设例 很少或者是开放选修 但不列入学分都有的 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大学的学历 再去报学士后一学系 那基本的大一大二的一些 基本科目通试课程可以低免 所以我们就会从大三 医学系的大三开始念到大七这样子 后一系的课表没有通试课程 会直接从专业科目交起 北医神经内科专任主治医师蔡瑞萍 过去大学读的是药学系 但她更喜欢有挑战的职业 在当了一年的药师后 毅然决然报考了高一的后一系 像药学系主要是以化学 一些药物化学为主 可是在考学士后一学系的科目 就有英文 国文 然后生物化学 还有化学为主这几个科目 所以其实对于已经念了大学 又是特别专业的一些科系来说 其实跟考后一的方向都不太一样 后一系考试 看似和大学考试相当类似 不过有生物化学这类的专业科目 以高一来说 每年大约有八百到一千人报考 录取录在百分之六 虽然比一般医学系的百分之二还高 但也并不容易考得上 万方医院心脏内科 专任主治医师郑和顺 是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硕士 顶着高学历光环 却也考了两年才录取后一系 他过去当过研究助理 也在补习班教过书 三十岁那年才决定转换跑道 等拿到医师执照 年纪都已经超过三十五岁了 选类外父儿的时候 我就觉得年纪是一个考量 那外科医师他们的成熟时间 是很晚的 就是开刀要很晚 那虽然说我很喜欢动手 但是如果说等我成熟的那一天 我没有剩几年可以开刀了 所以外科在当初我就没有考虑进去 后一系要求至少都要大学毕业 所以报考的考生年纪肯定都会比医学系大 但在经过充分的学习 专业能力上并不成问题 学习成效不好 也是无法通过认证考试 而且后续还会有各个次专科领域的学会认证 要成为医师的资格把关一向都没少 加上后一系学生 大多已经有着明确志向 在学习上反而会更专注 以时间线来说 当然可能就晚人家十年出道 晚人家十年工作赚钱这一部分 可是如果是把人生历练拉长 会觉得未来三十年四十年 你大概可以更往你想有兴趣的方向 包括你可能整个转职 像我们可能有人是念音乐系 有人是念文学系 法律系 他整个转职变医学系这个跑道 不同的学制 多了一次议员医生梦的机会 而在一百一十一学年开始 选择性将会更多元 除了一手和高一大 教育部和卫福部已核准 清大中兴和中山大学成立后一系 名额每校都是二十三人 我们事实上在兽医 我们在农相关的领域事实上非常非常的坚强 那大家考过大学联考也都知道 医跟农事实上都是第三类组 所以中兴大学有非常坚强的一个 这个医学相关的基础 三所国立大学在国内虽然都有很好的评价 但开售后一系最大的问题就是教学资源 包括师资去拿照 以及学校本身是否有医院支援都是重点 以中兴大学来说 虽然有兽医系可以协助 但还是得和台中荣总和彰化基督教医院合作 另外高雄的中山大学强项是财经 生物和生技所也有不错评价 但学校位置离市区医院至少要半小时车程 仁武校区也还在开发中 师资怎么聘请恐怕成为一大难题 像陈大以前有后裔系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陈大本身他体系就完整 例如说今天后裔系如果设立在台大阳明 我觉得这个问题性我就不会太大 然后已经很成熟医疗体系 现在我觉得比较让人家困惑跟不解释 他一开始设在一个非医学系体系之下的医院 各校抢着开设后裔系 不过体系完整的医院反而退出后裔行列 像台大 陈大 阳明和长庚 三十年前其实都有后裔系 但招生后却发现 学生们大多只想尽快当职业医师 和当初想培育研究人才的初衷被倒而驰 如今后裔系又再度开放 是否会步上当年后程 我们医学教育委员会有检讨过 那么认为这些后裔系的设立 那么没有达到我们当初设立的一个目标 一个目的存在 再要恢复以前的这种后裔系 我想这个是不是教育部 卫护部都已经决定要办了 是不是我们应该是几年以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检讨 一手大学医学院院长陈汉荣 三十年前正式长跟后裔系的老师 对于后裔系卷土重来 他持保留态度 其实当年办不成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是和社会大众对后裔系的误解有关 大家会认为说 医学系的学生就是 No.1就最优秀的 那当然的确是也有这种倾向 那等你读四年之后 然后再去考医学系 那进去这个医学院的这些学生 很多人的观念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恶军 传统对医学系的偏见 也导致后裔系在东方国家 像日本南韩都不盛行 反而在欧美后裔是主流 这次校方也吸取教训 尤其会在课程的部分 做出调整 后裔系发展会朝跨领域的专长培养 独立招生面试上也会加强把关 强调要对医学服务有热忱有理念 8月就将迎来新一代后裔系的第一届学生 未来会对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化学效应 各界都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